生育率已经严重影响国家未来战略 再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生育率下降 除了房子就业上学的三大压力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是全球工业化的一个副作用 要解决生育率 不应该从最容易看到的压力端着手 也要从经济链着手 生育率现在成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头疼的问题 按最新的全球生育率统计 全球倒数第一的韩国是0.84 倒数第二波多黎各是1.03 倒数第三是中国香港地区仅1.05 新加坡倒数第五仅1.14 其他重要国家我都讲一遍吧 西班牙是1.24 日本是1.34 加拿大奥地利是1.46 俄罗斯泰国是1.5 德国是1.54 荷兰 古巴 澳大利亚 英国是1.6 巴西是1.72 哥伦比亚是1.8 法国是1.87 越南是2.05 墨西哥是2.1 伊朗是2.15 印度是2.2 阿根廷是2.25 以色列是3.0 中国过去生育率一直是1.7左右 属于比较危险的区域 2020年突然暴跌到1.3 只剩了1200万个宝宝 我们都知道 生育率保持在2.1 人口总数才能吃平 低于2.1 人口会逐步减少 现在普遍认为 2021年出生人口会低于1000万 而中国近5年 有统计的死亡人口 分别是2015年的977万 2016年的977万 2017年的986万 2018年的993万 2019年的998万 中国男性平均寿命是73.64岁 女性是79.43岁 平均下来是77岁 现在去世的老人 一般是1940年代出生 中国年出生超过1800万人的年份 是1954到1956年 1962到1975年 1981到1999年 此后一路下跌到1500多万一年 2011年11月 我们发现了问题 施行双毒二胎 2016年彻底放开二胎 那时候我还在做同装生意 记得当年母婴类股票大涨 大家都很兴奋 觉得自己虔诚似锦 2012年到2017年微微反弹 每年出生1600到1700多万婴儿 然后突然间又生不动了 2018年降到1523万 一直降到2020年的1200万 今年可能都过不了1000万 如果生育率再提不上来 后面是几波婴儿潮出生的老人 陆续去世 我们的人口优势就会迅速丧失 世界经济可能会导向 拥有更多年轻人口的印度和越南 我们一直在说 负增长会发生在2030到2050年 没想到2021年就出现了 我们也一直说 日本出生率低 结果今年 我们的出生率就要低过日本了 生育率已经严重影响国家未来战略 再跌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焦急 想尽办法提升生育率 我去看全世界各国的数据时 发现大部分国家都出现 这种情况 这不是中国独有 韩国2017年出生人口 第一次跌破40万 2020年就跌破30万 仅有27.23万人出生 日本也从2015年的100.5万 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84万 俄罗斯的新生儿 也从2017年的170万 降到了2020年的130多万 俄罗斯政府说 2030年人口会恢复正增长 但没给出理由 为了解决生育问题 我们对教育和住房问题开始动手 新东方这样的企业突然遭到重击 一大批房产公司也即将倒下 减负确实是重要的一环 但台湾省大学录取率高 大部分城市房价不卷 出生率也其低 2012年新生儿还有22.9万 2020年也降到了16.5万 我没事时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也常问女同志的想法 为什么都不愿意生了 这不是中国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就特别好奇 普通人除了压力大 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我想到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着 人都愁胖了一大圈 思来想去 大概理清楚了一些 下面只是个人观点 仅供大家讨论 我个人觉得 生育率下降 除了房子就业 上学的三大压力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 可能是全球工业化的一个副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工业化给全球 带来了三个效果 一 人的受教育时间 变得越来越长 二 消费主义旺盛 三 现代女性迅速成长 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权与人格 先说第一条 以前没工业化 人不需要在学校里 待那么长时间 普通人能识文段子就够了 搞不懂的事情 就去庙里拜一拜 求个千 心里头就踏实了 现在把普通人折腾的 物理 化学 微积分 历史 地理 外语 什么都要学 为什么要学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面对的情况 越来越复杂了 我们要知道电是怎么回事 高铁是怎么跑起来的 电脑有什么构成 空气里氧气含量占比多少合适 每个人还得掌握一门外语 这些还只是现代人的普通知识 差不多在学校待到22岁 才能放出校门 如果一个人想深耕一个领域 读完博士 一般都28岁 出来总要谈两三次恋爱吧 等结婚时就35岁了 无限拉长了结婚的年龄 以前是100年四代人 现在就被教育逼成了100年三代人 要是学艺的就更惨 一辈子没完没了 在学校的时间比别的专业要长几年 实习期长几年 上岗后还要边工作边考试 一辈子都在升级打怪的路上 没一年能省心 发达的社会催促所有人进步 活到老学到老 不进步就淘汰 大家都急吼吼地往前赶 顾不得生孩子 不学不行 不学就拿不到好资源 找不到好工作 寻不到好伴侣 不断学习 是工业社会的竞争 促使我们这么干的 一个人爱学习可能是出于天分 全社会都吭哧吭哧疯狂学习 那一定是有压迫力存在的 第二条说的消费主义 不仅止消费还包括制造 现代工业化生产了大量产品 使我们生活越来越复杂 比如今天一个普通人要正常生活 他日常需要的有手机电脑 电视冰箱马桶 汽车家具 被褥服装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工业品 每隔几年还要全部替换掉 因为笔记本电脑和手机 不可能用上五年 每个人一生都是在不断消耗工业品 更新自己的物质生活 工厂生产了这么多产品 需要卖掉才活得下去 要卖掉就必须引诱现代人消费 所以我们还买了一堆非生活必需品 像滑板车PS4望远镜无人机 吊杆等等 其实这些不是生活必需品 但是商业广告全世界到处都是 你不买显得不合群 显得你像个土包子 不是现代人 现在是2020年代 大家回顾20年前 2000年的时候 一个普通中国人他身边 有这么多生活用品吗 因为我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工业品 耳机满足了我们的听觉 汽车减轻了我们的疲劳 电影和游戏提高了我们的快感 生活质量被不断推高 大部分人都可以摘在家里享受人生 使我们减轻了对伴侣 对家庭的依赖 所以我们不结婚 不生小孩 在丰富物质环境下成长起来的90后 全国一共有1.7亿人 现在都老大不小了 2020年的结婚率却不足一成 而且已婚离婚率 接近35% 为什么不结婚 其实这问题真的很好回答 因为一个人过日子 可以比两个人过日子更爽 关起门来 玩游戏 看电影 听音乐 叫外卖 一个月不用出门 不用迁就 磨合体谅 想怎么来 就怎么来 没有工业化以前 家庭是一种互不行的经济关系 人离开家庭很难生存 工业化后 每个人都拥有极丰富的物质生活 使人有了离开家庭的冲动 典型的比如韩国 普通人压力超级大 电子产品便宜 巨大的压力加丰富的工业物质 双重作用下 使大家越来越不想结婚生子 如果在农业社会 一个人离开家庭就是死路一条 男人去耕田 产生不了多少经济价值 女人就得在家里动手织布 生产生活必需品 大家是相依为命的关系 现在好了 男的跑去做工程师赚一堆钱 他不用女人织布了 跑去商场里买衣服了 女的也跑去做设计师了 赚一堆钱 他不用男的去种粮食了 男女之间物质上相依为命的 互补性减少了 大家对婚姻关系 就不那么在乎了 第三个是女性的觉醒 工业化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口 以前是男性读书为主 现在不行 女性享有同等权利 因为一旦有50万人 专心去搞工业 那么就能带动 150万人搞其他产业 相应的能带动一座城市 300万人的生活 这时候大量的岗位空缺 就冒出来了 比如律师 经纪人 媒体 互联网 医生教师等等 这些都需要高素质 高文化的人来填补 男性不够用 女性能顶半变天 但前面说过 培养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时间太长了 读完大学22岁 女性离黄金生育年龄 尾期的30岁 只有8年了 这短短8年期间 女性要完成工作 恋爱 结婚三部曲 还要完成生育率2.1的指标 如果是三胎 那是带完大宝带二宝 带完二宝带三宝 全送进小学时 一抬头就40岁了 以前受过的教育 都没在工作中派上用场 换谁都心有不甘 也就是说 除非女性将大部分身心 都扑在生育上 否则她很难完成三胎目标 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 也想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她也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能在工作中获得成就 她也有创建公司的理想 也有改变社会的志向 她不想为了生育 忙活大半辈子 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 工业化需要女性多读书 多读书的女性 一般又有清晰的人生目标 不愿意一直待在家里 深圳这方面最明显 超过35岁 有钱有失业的女生一大把 要她们放下手头搞钱的项目 先去生孩子 基本不太可能 我认为工业化影响到了两端 一端是工业品生产型国家 另一端是工业品消费国 所以这两种国家的生育率都不高 像中国日本德国是生产型 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是消费型 所以这两种国家生育率都不高 我查了下 生育率高的国家 就是既不能生产 也消费不起大宗工业品的国家 生育率超过4.0的国家 分别是尼日尔 索马里 钢果金 马里 扎德 安格拉 布隆迪 尼日利亚 钢比亚 坦桑尼亚 这样的国家 这些国家的人民 买不起大量的笔记本 手机 电视 冰箱 汽车 如果他们买得起了 他们的人口生育率也得降 所以那些国家还在努力生孩子 与原因一目了然 简单来说 工业化让世界大部分人民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压力也越来越大 所以世界跟工业化生产 和消费两端有关系的国家 都不怎么响声了 要解决生育率 不应该从最容易看到的 压力端着手 也要从经济链着手 女性解放 受教育时长 还有消费主义 应当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了 这个是回不了头的 我们只能鼓励消费 鼓励大家多受教育 否则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只有想办法调动 社会可利用的资源 解决女性上班与带娃之间的痛点 也通过大量的工业机器人 替代简单工作 使部分人力成本释放出来 生育率是全球面临的巨大问题 日本 韩国比我们先头疼 搞了快十年了也没救回来 暂时也没看到 其他短期内特别有效的办法 我个人还是劝大家 能生则生 毕竟人一旦老了 没有子女的孤独失落感 是用什么都填不满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